先生 我跟你说 这个咖啡啊 我喝过 口感非常的好 来 都尝尝 我请客 好好好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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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 尝尝 真不好意思 我有什么不好意思 请吧 爸 这咖啡真好喝 一点也不够 咱们俩一人赚了一双小鞋 哎呀 哎呀 这车位是太难找的 这车位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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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咋才来呢 你跟吴老师都聊上天了 都喝上咖啡了 来来来来 请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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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吴老师 啊 你们互相还不认识啊 这就是我给你介绍的著名的钢琴老师 爸爸 你喝啊 吴老师 完了 我的小鞋没了 你的小鞋没啊 吴老师把小鞋没了 对不起 别别别别 别别 请客 请客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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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别说对不起 吴老师 我可真不知道这是你开的咖啡厅啊 不不 这是我太太开的 姑娘 赶快上咖啡 我请客 给吴老师上 上几杯 吴老师能喝几杯 上几杯 咱们说咖啡的事 这就是你给我介绍要学钢琴的 对对对对 这是我小姨父 这是我小姨父的女儿 我的妹妹 哎呀 对不起 你说我吧 早就来了 我一人以为你是来喝咖啡的 所以我就没出来了 我们一直在这儿等了 真不好意思 误会了 你给我个资料 说她女儿弹钢琴 对对对 那个录像 对对对 是她弹的吗 这能骗你吗 是 是 真是的 是孩子弹的 是吗 老师 你这有钢琴吧 在这儿 让她试试行吗 请吧 好孩子 机会来了 好好表现 好 哎呀 看来 今天的咖啡 我请了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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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吧 我早就跟你说过 吴老师不轻易收学生的 哎呀 卉卉 你别说我孩子 哎呀 你怎么回事 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 爸爸给你起名叫卉卉 卉卉你现在越来越不会了 谈的是什么玩意儿 爸爸 我觉得我今天谈挺好的呀 挺好的人家要请男喝咖啡 啥意思你知道吗 就是送客 你呀你呀 回去让你妈收拾你 吴老师 对不起 耽误你时间了 对对对 吴老师啊 对不起啊 等等 这孩子我收了 好 好 好 他收什么 吴老师说这孩子他收了 吴老师 我没有听错吧 没听错 这孩子条件非常的好 功底也扎实 是个好苗子 谢谢 谢谢 小姨父 我跟你说这可是个奇迹啊 我跟你讲过吴老师从来不轻易收学生 小姨父啊 我刚才说的这两位 是目前世界上最优秀的钢琴大师 都是跟吴老师曾经学过的 不不不 都是他们自己努力的节目 吴老师你那是谦虚 孩子 听见了吗 钢琴大师都是吴老师教的 好孩子 你真棒 爸爸 我不学钢琴了 哎 怎么了你 学费再高 爸爸妈妈省吃俭用 一定把你培养出来 爸爸 咱们换个老师吧 你怎么回事 有爸爸呢 爸爸 我虽然喜欢弹钢琴 但是我们不用找老师 我觉得我可以自己学 我不想看到你和妈妈 为了我这么辛苦 连咖啡都舍不得喝一口 爸爸 咱们走吧 你怎么 等一下 孩子 过来 帮你过去 孩子 谁说老师要收你学费啊 啊 这个孩子的学费 全免了 他说什么 他说 哎呀小渔风 怎么到关键时刻你老听不清呢 不是 吴老师说 孩子的学费全免了 吴老师不行不行 我可以的 没问题 你就不用客气了 我说学生 从来不考虑学费 重要的是 看孩子的素质 你是个好父亲 培养了个好女儿 今天 是你们给我上了一课 我很感动 是